为了富裕被列为濒临灭绝的大安水缩衣 在大安堤房旁就有一座水缩衣的生态教育园区 专家表示由于这里的水源主要是来自于大安溪的地下泳泉 水质清澈又稳定因此是富裕的好场所 园区内种植大安型跟清水型两种水缩衣 而且目前正值大安型的水缩衣开花的季节 紫色的花朵点缀也让园区增听不少新活力 清澈的泉水顺着水管涌出 这里是大安水缩衣生态教育园区 水源主要来自于大安溪的地下泳泉 也因为水质清澈又稳定 造就园区内的生态相当多元 也成为大安水缩衣重要的富裕基地 这里泳泉很丰富 你不需要再去打沟井然后去抽水 然后再浪费电力 那它一年到头都有源源不绝的泳泉 那在大安水缩衣在这个地方存活的时候 因为有泳泉的关系 可以让它存活得非常好 所以这边的水缩衣长得就很漂亮 生态专家表示台湾有六种水缩衣 而园区内种植的水缩衣是大安型和清水型 大安型的叶片较为卷区 清水型则是较长 上头布满细毛 下雨时就像缩衣一样 能够快速地把水排掉 而两种花旗各有不同 目前正值大安水缩衣的开花季节 紫色花朵点缀其中 也让园区增添不少新活力 满布细毛 下雨的时候就像缩衣的功能一样 会让水很快地排掉 就不会留在叶片表面 就会伤害到植物本身 所以它叫做水缩衣 那因为以大安为命名 所以它叫大安水缩衣 那尤其大安型的 现在正在开花季节 开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现在如果想要来观赏 这是最好的时机 专家也表示 大安型水缩衣花期从8月到10月为止 而清水型则是11月开始到隔年1月 不过由于数量稀少 早被列为濒临绝重的品种 也因此希望民众能够把握机会 欣赏难得一见的开花景况 绝承不汉才做错不倒 恨之心 他找到了 谢谢大家